红楼梦 第六十二回 憨香云 罪眠少药音 呆香灵 请解十六群 幽兔笑谈 制作 话说 平儿初来吩咐林芝笑家的道 大事化为小事 小事化为美事 方是兴旺之家 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 便杨玲打鼓地乱折腾起来 不成道理 如今将他母女带回 照旧去当差 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 再不必提此事 只是每日小心寻查要紧 说必 起身走了 柳家的母女 忙向上磕头 林家的带回园中 回了李丸探春 二人皆说 知道了 能可无事 很好 思琪等人空性投了一阵 那秦显家的 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 只性投上半天 在厨房内 正乱着接收家货米粮煤炭等物 又查出许多亏空来 说精米短了两弹 常用米又多汁了一个月的 炭也欠着额数 一面又打点送林之校家的李 悄悄地背了一楼炭 五百斤木柴 一旦精米 在外边就遣了子职送入林家去了 又打点送账房的礼 又预备几样菜书请几位同事的人 说 我来了 全账列为扶持 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我又照顾不到的 好歹大家照顾些 正乱着 忽有人来说与他 看过这早饭就出去罢 留嫂儿园无事 如今还交与他管了 秦险家的听了 轰去魂魄 垂头丧气 灯石掩其息骨 卷包而出 宋人之物白丢了许多 自己倒要折遍了 赔补亏空 连丝旗都气了个倒养 无计挽回 只得罢了 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 被玉串炒出 声孔扎结出来 每日捏一把汗打停线 忽见彩云来告诉说 都是宝玉硬了 从此无事 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 谁知甲桓听如此说 便起了疑心 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 照着彩云的脸摔了去 说这两面三刀的东西 我不稀罕 你不和宝玉好 他如何肯替你应 你既有担当给了我 原该不予一个人知道 如今你既然告诉他 如今我再要这个 也没劝 彩云见如此 急得发咒赌誓 至于哭了 百般解说 甲桓执意不屑 说不看你素日之情 去告诉二嫂子 就说你偷来给我 我不敢要 你细想去 说必摔手出去了 急得赵姨娘骂 没造化的种子 屈心孽障 气得彩云哭个泪肝长断 赵姨娘百般地安慰他 好孩子 他辜负了你的心 我看得真 让我收起来 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 说着便要收东西 采云赌气一顿包起来 成人不见时 来至园中 都撇在河内 顺水沉的沉飘地飘了 自己气得夜间 再被内暗哭 当下又指宝玉生日已到 原来宝琴也是这日 二人相同 阴王夫人不在家 也不曾向往年闹热 只有张道士送了饲养礼 换的寄明佛 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 送了贡尖 并寿星指马梳头 并本命星官之年太岁周年换的锁 家中常走的女仙来上寿 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 一双鞋袜 一百寿陶 一百树上用银丝挂面 薛姨娘处简易等 其余家中人 游室仍是一双鞋袜 凤姐儿是一个公制四面和和荷包 里面装一个金兽星 一见波斯国所制完器 各庙中遣人去放唐舍钱 有令有宝秦之礼 不能背书 姐妹中皆随便 或有一扇的 或有一字的 或有一画的 或有一诗的 疗父应景而已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 书席已闭 官带出来 之前庭院中 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 在那里设下天地乡竹 宝玉筑了乡 行碧里 垫插坟址后 便知宁府中宗祠祖先唐两处行碧里 出至站台上 又朝上摇拜过贾母 贾政 王夫人等 一瞬到游氏上房 行过礼 坐了一回 方回荣府 先至薛姨妈处 薛姨妈再三拉着 然后又遇见薛珂 让一回方锦园来 晴文摄约二人跟随 小丫头夹着簪子 从李氏起 一一挨着 长的房中倒过 付出二门 智礼 赵 张 王四个奶妈家 让了一回 方进来 虽众人要行礼 也不曾受 回至房中 席人等 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 王夫人有言 不令年轻人受礼 孔折了福寿 故皆不磕头 谢一时 贾环贾兰等来了 西人连忙拉住 坐了一坐 便去了 宝玉笑说走乏了 便歪在床上 方吃了半盏茶 只听外面唧唧呱呱 一群丫头笑进来 原来是翠墨 小罗 翠吕 入化 行锈烟的丫头 这儿 并奶子抱桥 彩鸾 锈鸾 八九个人 都抱着红毡笑着走来 说 败寿的挤破了门了 快拿面来 吻吃 刚进来时 探春 香云 宝琴 秀烟 西春也都来了 宝玉芒迎出来 笑说 不敢启动 快预备好茶 进入房中 不免推让一回 大家归座 西人等捧过茶来 才吃了一口 平儿也打扮得 花枝招展的来了 宝玉芒迎出来 笑说 我方才到凤姐姐 门上 回了进去 不能见 我又打发人进去 让姐姐的 平儿笑道 我正打发你姐姐 梳头 不得出来回你 后来听见又说让我 我哪里金当得起 所以特敢来磕头 宝玉笑道 我也金当不起 西人早在外街安了坐 让她坐 平儿便扶下去 宝玉作一不叠 平儿便跪下去 宝玉眼盲还跪下 西人连忙掺起来 又下了一扶 宝玉又还了一衣 西人笑推宝玉 你在作一 宝玉道 已经完了 怎么又作一 西人笑道 这是她来给你拜寿 金儿也是她的生日 你也该给她拜寿 宝玉听了 喜得忙坐下衣去 说 原来今儿也是姐姐的方诞 平儿还万福不迭 湘玉拉宝琴秀妍说 你们四个人对拜寿 直拜一天才是 探春盲问 原来行妹妹也是姐 我怎么就忘了 盲命丫头 去告诉二奶奶 赶着补了一分礼 与琴姑娘的一样 送到二姑娘屋里去 丫头答应着去了 秀妍见湘芸指口说出来 少不得要到个房去让让 探春孝道 倒有些意思 一年十二个月 月月有几个生日 人多了 便这等巧 也有三个一日 两个一日的 大年初一日也不白过 大姐姐站了去 怨不得她福大 生日比别人就站先 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 过了灯节 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 他们娘儿两个月的巧 三月初一日是太太 初九日是脸二哥哥 二月没人 西人道 二月十二是林姑娘 怎么没人 就只不是咱家的人 盼春孝道 我这个记性是怎么了 宝玉孝止息人道 她和林妹妹十一日 所以她记得 探春孝道 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 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 磕一个 平儿的生日 我们也不知道 这也是才知道 平儿孝道 我们是那盘名上的人 生日也没拜受的福 又没受理直分 可吵闹什么 可不悄悄地过去 进而她又偏吵出来了 等姑娘们回房 我在行礼去罢 盼春孝道 也不敢惊动 只是 今儿到要替你过个生日 我心才过得去 宝玉香云等一期都说 很是 探春便吩咐了丫头 去告诉她奶奶 就说 我们大家说了 今儿一日不放平儿出去 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 丫头笑着去了 半日 回来说 二奶奶说了 多谢姑娘们给她脸 不知过生日 给她些什么吃 只别忘了二奶奶 就不来许锅她了 众人都笑了 探春音说道 可巧 今儿里头厨房不预备饭 音音下面弄菜 都是外头收拾 咱们就凑了钱 叫柳家的来懒了去 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到好 众人都说是急 探春一面 遣人去问李婉 宝钗 待遇 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 吩咐她那厨房中 快收拾两桌酒席 柳家的不知何意 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 探春笑道 你原来不知道 今儿是平姑娘的滑蛋 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 至如今 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 善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她 你只管捡心巧的菜书预备了来 开了账和我那里领钱 柳家的笑道 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 我竟不知道 说着便向平儿磕下头去 慌得平儿拉起她来 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 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 同道厅上去吃面 等到礼丸宝钗 一起来全 又遣人去请薛姨妈与待遇 因天气和暖 待遇之急建遇 故也来了 花团锦簇 挤了一厅的人 谁知薛柯又送了金扇 香薄四色寿礼与宝玉 宝玉于是过去陪她吃面 两家接至了寿酒 互相筹送彼此统领 至五间 宝玉又陪薛柯吃了两杯酒 宝钗带了宝琴过来与薛柯行礼 把斩臂 宝钗因主薛柯 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 这虚套尽可收了 你只请伙计们吃罢 我们和宝兄弟进去 还要带人去呢 也不能陪你了 薛柯芒说 姐姐兄弟只管请 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 宝玉芒又告过罪 方桐她姊妹回来 一进脚门 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 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 宝玉芒说 这一道门何必关 又没多的人走 况且姨娘 姐姐 妹妹都在里头 躺货家去取什么 岂不费事 宝钗笑道 小心没过鱼的 你瞧你们那边 这几日七室八室 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 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 若是开着 保不住那起人徒顺脚 抄近路从这里走 拦谁的事 不如锁了 连妈和我也惊着些 大家别走 纵有了事 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 宝玉笑道 原来姐姐 也知道我们那边 近日丢了东西 宝钗笑道 你只知道 玫瑰鹿和浮灵霜两件 乃因人而急悟 若非因人 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 殊不知 还有几件 比这两件大的呢 若以后刀登不出来 是大家的造化 若刀注销来 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 你也是不管事的人 我才告诉你 平儿是个明白人 我前儿也告诉了他 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 所以使他明白了 若不出来 大家乐得丢开手 若犯出来 他心里一有稿子 自有头绪 就冤屈不着平人了 你只听我说 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 这话也不可对第二个人讲 说着 来到沁方亭边 只见席人 湘灵 代书 宿云 晴文 摄阅 方官 锐官 偶官等十来个人 都在那里看雨作耍 见他们来了 都说 勺药栏里预备下了 快去上西吧 宝钗等随邪了他们 同到了勺药栏中 红香浦三间小厂厅内 连游士已请过来了 猪人都在那里 只没平 原来平儿出去 有赖林猪家送了礼来 连三斤四 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售送礼的不少 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 一面又瑟瑟的回名凤姐 不过留下几样 也有不收的 也有收下极客赏羽人的 忙了一回 又直带凤姐吃过面 方换了衣裳往园里来 刚进了园 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 一同到了红香浦中 只见颜开带帽 入社芙蓉 众人都笑 寿星全了 上面四座定要让他四个人坐 四人皆不肯 薛姨妈说 我老天拔地 又不合你们的全 我倒绝据的慌 不如我倒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 我又吃不下什么去 又不大吃酒 这里让他们倒便宜 有事等执意不从 宝差道 这也罢了 倒是让妈在厅上歪着自如歇 有爱吃的送歇过去 倒自在了 且前头没人在那里 又可照看了 探春等笑道 既这样 恭敬不如从命 因大家送了 他到议事厅上 眼看着命丫头们 扑了一个紧入 并靠北饮枕之类 又嘱咐 好生给姨妈捶腿 要茶药水 别推三扯四的 回来送了东西来 姨妈吃了 就赏你们吃 只别离了这里出去 小丫头们都答应了 盼春等方回来 终究让宝琴秀燕二人在上 平儿面西坐 宝玉面东坐 盼春又借了鸳鸯来 二人并肩对面相陪 西边一桌 宝差带玉香云迎春西春 一面又拉了香铃 玉串二人打横 三桌上 刘氏李丸又拉了西人 采云陪坐 四桌上便是子涓 婴儿 秦文 小罗 四起等人为坐 当下探春等 还要拔展 宝琴等四人都说 这一闹 一日都做不成了 方才罢了 两个女仙要谈词上寿 众人都说 我们没人要听那些野话 你听上去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罢 一面又将个色吃石碱了 命人送予薛姨妈去 宝玉便说 雅作无趣 需要行令才好 众人有的说行 这个令好 那个又说行 那个令好 带玉道 依我说 拿了笔宴 将个色全都写了 念成就 咱们抓出哪个来 就是哪个 众人都到庙 即拿了一副笔宴花剑 香灵近日学了诗 又天天学写字 见了笔宴变图不得 连忙起座说 我写 大家想了一回 共得了十来个 念着 香灵一一地写了 错成就 置在一个瓶中间 叛春便命瓶儿俭 瓶儿向内搅了一脚 用逐粘了一个出来 打开看 上写着 舍父二字 宝钗笑道 把个九令的祖宗 念出来 舍父从古有的 如今施了转 这是后人转的 比一切的令都难 这里头到 有一半是不会的 不如毁了 并念一个雅俗贡赏的 叛春笑道 纪念了出来 如何又毁 如今再念一个 若是雅俗贡赏的 便叫他们行去 咱们行这个 说着又着席人 捏了一个 却是母站 使湘云笑着说 这个简断爽利 合了我的脾气 我不行这个 舍父 没得垂头丧气 闷人 我只划拳去了 叛春道 唯有他乱令 宝姐姐 快罚他一中 宝钗不容分说 便灌香云一杯 叛春道 我吃一杯 我是令官 也不用宣 只听我分派 命取了令头令盆来 从勤媚至起 挨下志趣 对了点的二人舍负 宝钦一制 是个三 秀妍宝玉等 皆制的不对 直到相邻方 制了一个三 宝钦笑道 只好室内生春 若说到外头去 可太没头绪了 叛春道 自然 三次不中者 罚一杯 你赴 他舍 宝钦想了一想 说了个老字 香灵原生于这里 一时想不到 满是满席都不见 有与老字相连的成语 香云先听了 便也乱看 忽见门斗上贴着 红香谱三个字 便知宝钦付的是 无不如老谱的谱字 见香灵设不着 众人击鼓又催 便悄悄地拉香灵 叫他说要字 黛玉片看见了 说快罚他 又在那里四向传递呢 哄得众人都知道了 盲又罚了一杯 恨得香云拿筷子 敲黛玉的手 于是罚了香灵一杯 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 探春便付了一个人字 宝钗笑道 这个人自犯得很 探春笑道 天一字 两副一射也不犯了 说着便又说了一个窗子 宝钗一想 因见席上有鸡 便设着他是用鸡窗 鸡人二点了 音设了一个十字 探春至他设着 用了鸡七余十的点 二人一笑 各饮一口门杯 香云等不得 早和宝玉三五乱叫 滑起拳来 那边游氏和鸡鸡隔着 席也七八乱叫滑起来 平儿 席人也做了一对滑拳 叮叮当当 只听得万上的镯子响 一时香云赢了宝玉 席人赢了平儿 游氏赢了鸡鸡 三个人献九笛九面 香云便说 九面要一句古文 一句旧诗 一句古排名 一句曲排名 还要一句实现书上的话 共总凑成一句话 九笛要观人事的果菜名 众人听了 都笑说 唯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 道也有意思 便崔宝玉快说 宝玉笑道 谁说过这个 也等想一想 黛玉便道 你多喝一钟 我替你说 宝玉真个喝了酒 听黛玉说道 落霞雨孤雾起飞 风急将天过宴哀 却是一支折足宴 叫得人酒回尝 这是红宴来宾 说得大家笑了 说 这一串子道 有些意思 黛玉又粘了一个真壤 说酒底道 真子非观格怨真 何来万户倒一生 另外 鸳鸯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话 都带一个受字的 不能多坠 大家轮流乱滑了一阵 这上面 湘芸又和宝琴对了手 李丸和秀嫣对了点子 李丸便附了一个嫖字 秀嫣便设了一个绿字 二人会议 各饮一口 湘芸的拳却输了 请酒面酒底 宝琴笑道 请君入望 大家笑起来 说这个典用的当 湘芸便说道 奔腾而澎湃 江间波浪间天勇 需要铁索懒孤舟 寄予这一江峰 不宜出行 说得众人都笑了 说好个舟断了肠子的 怪到他出这个令 故意惹人笑 又听他说酒底 湘芸吃了酒 捡了一块鸭肉虾口 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 碎捡了出来吃脑子 众人催他别只顾吃 到底快说了 湘芸便用柱子举着说道 这丫头不是那丫头 头上那套桂花油 众人越发笑起来 尹的情文 小罗 婴儿等 一干人都走过来说 云姑娘会开心 拿着我们取笑 快罚一杯裁吧 怎见得我们就该擦桂花油的 道的美人给一瓶子桂花油擦擦 带玉笑道 他倒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 又怕挂舞着打盗窃的官司 众人不理论 宝玉却明白 盲低了头 彩云有心病 不觉得红了脸 宝钗忙暗暗地瞅了带玉一眼 带玉自毁失言 原是去宝玉的 就忘了去着彩云 自毁不及 忙一顿行令划拳岔开了 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钗对了点子 宝钗付了一个宝字 宝玉想了一想 便支持宝钗做戏纸 自己所配通灵玉而言 便笑道 姐姐拿我做雅穴 我去射着了 说出来 姐姐别闹 就是姐姐的会拆字就是了 众人道 怎么解 宝玉道 他说宝 底下自然是玉了 我设拆字 旧师曾有敲断玉 拆红竹棱 岂不设着了 湘云说道 这用时事却使不得 两个人都该法 湘灵盲道 不止时事 这也有出处 湘云道 宝玉二字并无出处 不过是春莲上或有之 诗书记载并无 算不得 湘灵道 前日我独存加州五言律 现有一句说此乡多宝玉 怎么你倒忘了 后来又独立一山七言绝句 又有一句宝钗 无日不生辰 我还笑说它两个名字 都原来在唐诗上呢 众人笑说 这可问住了 快罚一杯 湘云无语 只得隐了 大家又该对点的对点 划拳的划拳 这些人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 没了管束 便任意取乐 呼三鹤四 喊七脚八 满厅中 红飞翠舞 欲动猪摇 真是十分热闹 完了一回 大家方启席散了一散 疏然不见了湘云 只当他外头自便就来 谁知越等越没了影响 使人各处去找 哪里找得着 接着林芝孝家的 同着几个老婆子来 声孔有正式呼唤 二者孔丫鬟们年轻 成王夫人不在家 不服探春等约束 字意痛也 使了体统 故来请问 有事无事 探春见他们来了 便知其意 盲笑道 你们又不放心 来查我们来了 我们没有多吃酒 不过是大家玩笑 将酒做个饮子 妈妈们别担心 李丸游士都也笑说 你们歇着去吧 我们也不敢 叫他们多吃了 林芝孝家的等人笑说 我们知道 连老太太叫姑娘吃酒 姑娘们还不肯吃 何况太太们不在家 自然玩罢了 我们怕有事 来打听打听 二则天长了 姑娘们玩一回子 还该点补些小事 素日又不大吃杂东西 如今吃一两杯酒 若不多吃些东西 怕受伤 叹春笑道 妈妈们说的是 我们也正要吃呢 应回头命取点心来 两旁丫鬟们答应了 忙去传点心 叹春又笑让 你们歇着去吧 或是姨妈那里说话而去 我们即刻打发人 送酒你们吃去 林芝孝家的等人笑回 不敢领了 又站了一回 方退了出来 平儿摸着脸笑道 我的脸都热了 也不好意思见他们 以我说净收了吧 别惹他们再来 倒没意思了 叹春笑道 不想干 横竖咱们不认真喝酒 就罢了 正说着 只见一个小丫头 笑嘻嘻地走来 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去 吃醉了涂粮块 在扇子后头一块 青板石凳上睡着了 众人听说 都笑道 快别吵嚷 说着 都走来看时 果见香云 卧于山石 辟出一个石凳子上 夜经香梦沉寒 四面勺药花飞了一身 满头脸衣襟上 皆是红香散乱 手中的扇子在地下 也半被落花埋了 一群疯蝶闹嚷嚷地围着它 又用椒帕包了一包 勺药花瓣枕着 众人看了 又是爱 又是笑 忙上来推换晚福 香云口内游坐睡雨 说酒令 叽叽嘟嘟说 全香而酒裂 欲碗胜来虎破光 只饮到煤烧月上 醉福归 却唯一会亲友 众人笑推他 说道 快醒醒吃饭去 这朝凳上还睡出病来呢 香云慢起秋波 见了众人 低头看了一看自己 放之是醉了 原是来那两必敬的 不觉得因多罚了两杯酒 娇鸟不胜 便睡着了 心中反觉自愧 连忙起身 扎正着同人来至红香浦中 用过水 又吃了两盏燕茶 叹春忙命将行酒师拿来 给他咸在口内 一时又命他 喝了一些酸汤 方才觉得好了些 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 与凤姐送去 凤姐也送了几样 来宝钗等吃过点心 大家也有做的 也有利的 也有在外观花的 也有扶兰关瑜的 各自曲变说笑不一 叹春便和宝琴下棋 宝钗秀颜观局 林黛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 鸡鸡浓浓浓不知说些什么 只见林芝孝家的和一群女人 带了一个媳妇进来 那媳妇愁眉苦脸 也不敢静听 只到了街下 便朝上跪下了 碰头有声 探春音一块其受了敌 算来算去总得了两个眼 便折了关着 两眼只瞅着齐平 一只手却伸在河内 只管抓弄棋子作响 林芝孝家的站了半天 因回头要查时才看见 问什么事 林芝孝家的便指那媳妇说 这是四姑娘屋里的小丫头材的娘 现是园内伺候的人 嘴很不好 才是我听见了问着她 她说的话也不敢回姑娘 竟要撵出去才是 探春道 怎么不回大奶奶 林芝孝家的道 方才大奶奶都往厅上姨太太处去了 顶头看见 我已回明白了 叫回姑娘来 探春道 怎么不回二奶奶 平儿道 不回去也罢 我回去说一声 就是了 探春点点头 道 既这么着 就撵出她去 等太太来了 再回定夺 说碧仍又下棋 这林芝孝家的带了那人去不提 带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 摇摇指引 带玉便说道 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 虽然叫她管些事 倒也一步而不肯多走 差不多的人就早做起威夫来了 宝玉道 你不知道呢 你病这时 她干了好几件事 这园子也分了人管 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 又出了几件事 单拿我和凤姐姐做法子金别人 虽是心里有算计的人 其只乖而已 带玉道 要这样才好 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 我虽不管是心里美长弦了 替你们一算计出得多尽的手 如今若不省捡 必至后手不接 宝玉笑道 凭她怎么后手不接 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黛玉听了 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 宝玉正欲走时 只见西人走来 手内捧着一个小连环 扬起茶盘 里面可是放着两盅新茶 因问 她往哪去了 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 巴巴地倒了两盅来 她又走了 宝玉道 那不是她 你给她送去 说着 自拿了一盅 席人便送了那盅去 偏和宝钗在一处 只得一盅茶 便说 哪位渴了 哪位先接了 我再盗去 宝钗笑道 我却不渴 只要一口树一树就够了 说着 先拿起来喝了一口 剩下半杯地在戴玉手内 席人笑道 我再盗去 带玉笑道 你知道我这病 大夫不许我多吃茶 这半钟尽够了 难为你想得到 说必 饮干 将杯放下 席人又来接宝玉的 宝玉音问 这半日没见方官 他在哪里呢 席人四顾一瞧说 才在这里几个人豆草的 这惠子不见了 宝玉听说 便忙回至房中 果见方官面向里 睡在床上 宝玉推他说道 快别睡觉 咱们外头玩去 一会儿好吃饭的 方官道 你们吃酒不理我 叫我闷了半日 可不来睡觉罢了 宝玉拉了他起来 笑道 咱们晚上家里再吃 回来我叫席人姐姐 带了你桌上吃饭 何如 方官道 偶官蕊官都不上去 但我在那里也不好 我也不惯吃那个面条子 早起也没好生吃 才刚饿了 我已告诉了刘嫂子 先给我做一碗 汤成半碗精米饭送来 我这里吃了就完事 若是晚上吃酒 不许叫人管着我 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 我现在家里 吃二三斤 好汇全酒呢 如今 学了这老实子 他们说怕坏嗓子 这几年也没文件 成尖我是要开斋了 宝玉道 这个容易 说着 只见柳家的国浅的人 送了一个盒子来 小燕接着揭开 里面是一碗 下完鸡皮汤 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 一碟烟的腌脂 鹅腐 还有一碟四个 奶油松朗卷酥 并一大碗热腾腾 碧盈盈蒸的 绿奇香道精米饭 小燕放在岸上 走去拿了小菜 并挽住过来 剥了一碗饭 方官便说 油腻腻的 谁吃这些东西 只将汤泡饭 吃了一碗 捡了两块烟鹅 就不吃了 宝玉闻着 盗爵比往常之味 有剩些似的 遂吃了一个卷酥 幽命小燕 也拨了半碗饭 泡汤一吃 十分香甜可口 小燕和方官都笑了 吃必 小燕便将剩的要交回 宝玉道 你吃了罢 若不够再要歇来 小燕道 不用要 这就够了 方才摄月姐姐 拿了两盘子 点心给我们吃了 我再吃了这个 尽不用再吃了 说着 便站在桌边 一顿吃了 又留下两个卷酥 说 这个留着给我妈吃 晚上要吃酒 给我两碗酒吃就是了 宝玉笑道 你也爱吃酒 等着咱们晚上痛喝一阵 你西人姐姐和晴文姐姐量也好 也要喝 只是每日不好意思 进而大家开寨 还有一件事 想着嘱咐你 我竟忘了 此刻才想起来 以后方官全要你照看他 他或有不到的去处 你提他 西人照顾不过这些人来 小燕道 我都知道 都不用操心 但指这五儿怎么样 宝玉道 你和柳家的说句 明儿直叫她进来吧 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 方官听了 笑道 这倒是正经 小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 服侍洗手道茶 自己收了家伙 娇与婆子 也洗了手 便去找柳家的 不在话下 宝玉便出来 仍往红香 普寻众姐妹 方官在后拿着金扇 刚出了院门 只见西人 只见西人情闻 二人携手回来 宝玉问 你们做什么 西人道 摆下饭了 等你吃饭呢 宝玉便笑着江方才吃的饭一节 告诉了他两个 西人笑道 我说你是猫儿食 闻见了香就好 隔锅饭而香 虽然如此 也该上去陪他们多少 应个景 清闻用手指戳在方官额上 说道 你就是个狐妹子 什么空跑了去吃饭 两个人怎么就约下了 也不告诉我一声 西人笑道 不过是误打误撞地遇见了 说约下了可是没有的事 清闻道 既这么着 要我们无用 明儿我们都走了 让方官一个人就够使了 西人笑道 我们都去了使得 你却去不得 清闻道 唯有我是第一个要去 又懒又笨 性子又不好 又没用 西人笑道 躺货那孔雀挂子再烧个窟窿 你去了 谁可会补呢 你倒别和我拿三撇四的 我烦你做个什么 把你懒得横针不捏 竖线不动 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 横竖都是他的 你就都不肯做 怎么我去了几天 你病得七死八活 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 这又是什么缘故 你到底说话 别致杨憨和我笑也当不了什么 大家说着 来至厅上 薛姨妈也来了 大家依序坐下吃饭 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饭 应景而已 一时吃壁 大家吃茶闲话 又随便玩笑 外面小罗和乡林 方官 蕊官 藕官 豆官 等四五个人 都满园中玩了一回 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 坐在花草堆中豆草 这一个说 我有观音柳 那一个说 我有罗汉松 那一个又说 我有君子竹 这一个又说 我有美人椒 这个又说 我有星星翠 那个又说 我有月月红 这个又说 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 那个又说 我有琵琶记里的琵琶果 豆官便说 我有姐妹花 众人没了 香灵便说 我有夫妻会 豆官说 从没听见有个夫妻会 香灵道 一见一花为蓝 一见树花为会 凡会有两只 上下结花者为兄弟会 有病头结花者为夫妻会 我这只病头的 怎么不是 豆官没的说了 便起身笑道 依你说 若是这两只 一大一小 就是老子儿子会了 若两只背面开的 就是仇人会了 你汉子去了大半年 你想夫妻了 便扯上会也有夫妻 好不害羞 香灵听了 红了脸 忙要起身拧他 笑马道 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小蹄子 满嘴里汗憋的胡说了 等我起来 打不死你这小蹄子 豆官见他要勾来 怎容他起来 便忙连身将他压倒 回头笑着 央告蹄官等 你们来 帮着我拧他这周嘴 两个人滚在草地下 众人拍手笑说 了不得了 那是一挖子水 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 豆官回头看了一看 果见旁边有一汪鸡鱼 香灵的半扇裙子都无失了 自己不好意思 忙夺了手跑了 众人笑个不住 怕香灵拿他们出气 也都哄笑一散 香灵起身低头一瞧 那群上游滴滴点点流下绿水来 正恨骂不绝 可乔宝遇见他们豆草 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 忽见众人跑了 只剩了香灵一个低头弄群 因问怎么散了 香灵便说 我有一只夫妻会 他们不知道 反说我周 因此闹起来 把我的新裙子也脏了 宝玉笑道 你有夫妻会 我这里倒有一只病地灵 口内说 手内却真个粘着一只病地灵花 又粘了那只夫妻会在手内 香灵道 什么夫妻不夫妻 病地不病地 你瞧瞧这裙子 宝玉方低头一瞧 便矮压了一声 说怎么就拖在泥里了 可惜这十六红灵最不惊然 香灵道 这是前儿秦姑娘带了来的 姑娘做了一条 我做了一条 进而才上身 宝玉跌脚叹道 若你们家 一日糟蹋这一百件 也不值什么 只是头一件 继续琴姑娘带来的 你和宝姐姐 美人才一件 她的上好 你的先脏了 岂不辜负她的心 二则 姨妈老人家嘴碎 饶这么样 我还听见常说 你们不知过日子 只会糟蹋东西 不知西服呢 这叫姨妈看见了 又说一个不清 香灵听了这话 却碰在心坎上 反倒喜欢起来了 音效道 就是这话了 我虽有几条新裙子 都不和这一样的 若有一样的 赶着换了 也就好了 过后再说 宝玉道 你快修动 只站着方好 不然连小鹰西裤鞋面 都要脱脏 我有个主意 习人上月做了一条 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她因有效 如今也不穿 竟送了你换下这个来 如何 香灵笑着摇头说 不好 他们躺货听见了道不好 宝玉道 这怕什么 等他们笑满了 他爱什么 难道不许你送他 别的不成 你若这样 还是你素日为人了 况且不是蛮人的事 只管告诉宝姐姐 也可 只不过怕姨妈老人家 生气罢了 香灵想了一想有理 便点头笑道 就是这样罢了 别辜负了你的心 我等着你 千万叫他亲自送来才好 宝玉听了 喜欢非常 答应了 茫茫的回来 宝玉 宝玉 低头 心下暗算 可惜这么一个人 没父母 连自己本性都忘了 被人拐出来 偏又卖语了 这个霸王 银又想起 上日平儿 也是意外想不到的 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 宝玉 胡思乱想 来至房中 拉了习人 细细告诉了他缘故 香灵之为人 无人不怜爱的 习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慢的 旷与香灵 宿香交好 一闻此信 忙就开箱取了出来 折好 随了宝玉来寻着香灵 她还站在那里等呢 习人笑道 我说你太淘气了 足得淘出个故事来才罢 香灵红了脸 笑道 多谢姐姐了 谁知那起醋 狭鬼使黑心 说着 接了裙子 展开一看 果然同自己的一样 又命宝玉背过脸去 自己插手向泪解下来 将这条系上 习人道 把这脏了的交予我拿回去 收拾了再给你送来 你若拿回去 看见了也是要问的 香灵道 好姐姐 你拿去布局给哪个妹妹吧 我有了这个 不要她了 习人道 你道大方的好 香灵王又万福道谢 习人拿了脏裙便走 香灵见宝玉蹲在地下 将方才的夫妻慧与并地灵 用树枝而扣了一个坑 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 将这灵慧安放好 又将些落花来掩了 方搓图掩埋平伏 香灵拉她的手 笑道 这又叫做什么 怪到人人说 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 你瞧瞧 你这手弄得泥屋台滑的 还不快喜去 宝玉笑着 方起身走了去洗手 香灵也自走开 二人已走远了树步 香灵父转身回来叫住宝玉 宝玉不知有何话 扎着两只泥手 笑嘻嘻地转来问 什么 香灵只顾笑 因那边她的小丫头 真而走来说 二姑娘等你说话呢 香灵方向宝玉道 裙子的事 可别向你哥哥说才好 说必 急转身走了 宝玉笑道 可不我疯了 往湖口里探头而去呢 说着 也回去洗手去了 要知端详 且听 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六十二回 憨香云 醉眠少药音 呆香灵 请解石榴群 幽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